每个孩子都有好奇心 他喜欢到处去摸一摸 按一按 孩子的无意举动 他有可能给自己或者给别人造成伤害 这一点一点都不能忽视 所以这起悲剧也提醒家长 一定得做好看护 做好监管 尤其是孩子在一些水电器旁边玩的时候 他很有可能发生意外 昨天下午五点 一位七旬的老人 突然跌倒在南京下关区 幕府东路盛氏花园小区的门口 路过的一位卡车司机见状 立刻伸出援手 看现场 老人姓张患有脑血栓 晚上去妹妹家吃饭 谁知路面上有沙子 张大爷没留神 脚下一滑就摔倒在地上 卡车司机胡师傅送货到南京 见有人倒在地上 赶紧将车停在路边跑了过去 路过的地方 看看他那里不能动 他一半个都有 他起不来 一半个都有 还有钱 他发运 他发运 这一跤摔得不轻 张大爷脸上多处受伤 手上也有血 他对卡车司机胡师傅非常感谢 而胡师傅说 自己就是一片好心 丝毫没有想过老人是否会讹诈这样的问题 他仔细询问了张大爷的家庭住址 在民警的协助下 将老人送回家中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这次就像是一片大爷的家庭住址 就像是一片大爷的家庭住址 这次被他硬住址 他在家庭住址 感谢观看